快篩實名制第二天 一樣每家藥局分配七十八份 手腳慢一點 只能下次勤走 你怎麼走幾點來排隊 六點半 我們家是有 對 只是路上看到很多人 六七點就在排隊 的確不少藥局 一大早就有人排隊 加上物流配送 一到五天天都有 有排有機會 那麼週末呢 現在的上班族跟通勤族 其實是最需要使用到快篩的 有兩千七百多家藥局 第一波沒有被配送到的藥局 可能要仔細看一下 明天星期六的到貨狀況 星期天原本就沒有物流端 我們的醫藥物流 就不會有配送這個的狀況 偏偏上班族週末才有時間購買 供應不足可有配套措施 週六在物流的上面 我們還是有一點延遲 那不過我們建議有一些部分 我們是上午開始賣 那另外有一部分 可能留在下午來賣 當然週日大家知道 有些藥局是休息的 我們也不會強迫它開 目前確診數跟匡列人數較多的縣市 那還有在人口密集的都會區 還有藥局他在賣快篩 這七十八份的一個銷售速度 應該從這幾個指標 去做一個數量上的配送 目前指揮中心會商請 更多物流配送業者加入 再不然也可以學學這位民眾 我覺得應該把快篩浪給需要的人 華日新聞倆中都有 邱聚平 陳信仁 台北高雄報導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